甚至有可能要我自己有可能也会堕落 我都愿意 只要你们上去 所以其实我还是讲很多的 这个旧行的 但是我说这个呢 我还是也是让大家了解到 有很多你们在座的人 我还是你们知道这么一个规矩 修行的境界不要轻易讲 只能跟自己师父讲 跟你很轻的 比如说几个人同堂灌顶的 或者这几个可以讲 最主要的就是自己的上师可以讲 其他的不适合讲 作为自己也不要执着那个 因为一执着那个瑞相就不会有了 当执着升起 证件已上师 所有的瑞相都不是求来的 就像出彩虹一样 我们没有一次会想着你再次出彩虹吧 不会想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说 今天法会了 法师又在这做法会 是不是会说再出彩虹呢 你这样想 彩虹就不会出来 要大家全心全意的 不要想着什么 我们这些说破世界的 这个现在五着恶势 末法时代 我们做这一点算什么 我们这一辈子做了多少坏事 我们做其他那个世间的事 多精进勇猛 我们做这一点算什么 要有这样一种惭愧的心来 不要有什么祈求 祈求 祈求 怎么怎么 要求自己的心干干净净 这个很重要 就好像那个 那过去马尔巴上师 他下面有个手作弟子 是叫俄巴上师还是谁 他有一次带着弥勒日巴尊者回来了 把家里的所有财产都带来 供养给上师 家里面只留了一个瘸腿 瞎眼的老山羊 这个路上不好赶 就留在家里吧 结果呢 他就叫俄勒日巴尊者 都说你啊 先去见上师 你就说 这次我带了这么多这么多供养 然后呢 你就替我请求上师 能不能为我准备一碗酒 来表示一下 作为一个师徒相见的 给我一种恩赐 这个米勒日巴尊者 也很感恩这位俄巴上师 住在他这里住这么久 他又把他带回来 见了俄巴上师 所以他很感恩 他壮着胆子先回去 给阿师父磕头啊 忏悔啊 忏悔完之后说 俄巴上师他们在后面啊 然后带了很多的供养 他家里所有的职钱的都带来了 只有一个瞎了眼的瘸腿三羊 在留之外 所有家里职钱的 全部带来供养上师了 我上师啊 您这么好的一个弟子啊 上师啊 您能不能赐给他一碗酒呢 这个师父一听 大发雷听 他就这一点点供养来 就想给我给他一碗酒 我到印度拿生命去 拿那么多黄金 付出血汗 甚至付出 差一点付出生命的代价 把那么多法求回来 他被包小包扛回来 他说 连一个 连个人影子都没有来迎接我的 他这一点点 拿这一点点钱来 财产来 就想让师父去迎接他 大发雷听 我迷了这把下坏了 下坏了 你不接不接就算了 不给酒就算了 别生气 老人家别生气 别气坏身体 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读到这里都很感动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看 俄巴上师已经是他的大弟子了 已经替他弘扬佛法了 已经替他广收门徒了 然后带着这么多钱来见上师 就只是希望着上师能给一杯酒来表扬一下他 但是还都得不到 但是迷勒日巴尊者怎么样 曾经他来到见上师的时候 马尔巴上师怎么样 自己亲自背了一罐酒 到半山坡 带了一个锄头去刨地 酒喝了两口 把酒罐子就放在那边 看到迷勒日巴尊者远远地走过来了 还特意来问他 请问马尔巴大医师住在哪里啊 你说问他啊 这个小伙子不错嘛 你先把我这个地刨了 地刨了 快了快到了 很久附近就在 附近就在 结果这个迷勒日巴尊者 一看 好啊好啊 可以 我先把你地刨了 他刨地 然后 马尔巴大医师竟然走回去了 他把地全部刨完了之后 一看 还有一罐酒呢嘛 正好口渴 咕哒咕哒都喝完了 然后跑 有个小孩子跑过来 就问 请问马尔巴大医师住在哪里啊 他说那你跟我来 我带你去 原来这是什么 是马尔巴大医师的儿子啊 马尔巴大医师 亲自到半山去接他 还带着满满一罐酒 你想想看 你看 师父不是说对 阿巴不舍得那一罐酒 但是对真正的一个好的徒弟来的时候 师父是怎么样 他有神通啊 他知道了 我有一个好徒弟要来了 到半山要去接他 还背着一罐酒去接他啊 读到这里 我就很感动很感动啊 很感动 但是这些马尔巴 米勒日巴尊者 他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 他就这样磨磨咚咚咚就来了 就像我们大家一样 哦 很多闷磨咚咚咚就来了 但师父一看 哦 这小子 轮回这么久 总算回来了 想尽办法 哪一天找个空 有个中心 你给我搞 以为累死了 给我搞中心 给你搞中心 就是让你消业障 让你的这个业障 消了 福德增长了 靠佛近一点 拉你一把 你以为你中心 替师父在做呢 诶 请问 我们做功德 是不是替师父做 诶 不是 所以 再苦再累 要知道啊 那个都要克服 我们自己的这个 凡夫的习气啊 要能超越它 要配合师父 完成我们的菩提道资粮 极乐世界怎么去的 就是靠这样去的 就是靠这样去的 好 我们今天 先到这里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好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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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及灵性智慧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身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身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 中华护身协会广妖宁一同加入护身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身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身协会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你这么精进 能出家是最好的 如果因缘俱足 就真心的出家 所以为什么佛有这个出家之间 是让你完全的利益众生 不用为金钱烦恼 这不是逃避社会责任 当然如果你今天出家了 你爸妈就要饿死了 那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如果你只是赚钱只是为了付贷款 房子或车子 根本你的长辈家里不需要你的钱 那你应该就要出家 那有些人就是观念转不过来 有些为什么不出家 我还想要结婚看看嘛 随缘随缘一下 虽然他很喜欢慈悲 但是他恋爱更好 漂亮一下更好 所以他有放不下的那一部分 那就没办法 所以我认为所谓的福报不够 是自己的菩提心不圆满 这样而已 如果你菩提心圆满 那是世界最大的福报 你为人间福田 硬供着 谁能够供养你吃一顿饭 都是大功德了 所以我想 这个菩萨大要成为别人的福田 并不是我们喜欢别人供养 因为让对方离苦 像佛像无上福田 佛不是为了享受了 他这个福是要布施给别人的 我们供养佛 佛给我们福报 所以我想继续努力 最慈悲的福